谢谢主席 所以先请次长 次长请 救援您好 在讨论今天主题之前 我问一个问题 关于性别平等教育法 就是有学生跟我投诉 老师在受课的时候 针对这个 对同志或者同性恋 大家踏拔 这个是病态 这是这个病态 这是这个违反人性 种种的论述 引起学生的不满 我查一下相关的法律规定 如果是按照这个 性别平等教育法 如果针对第十二条的条文来规定 我念给你看 学校应提供性别平等之学习环境 尊重及考量学生与教职员之不同性别 性别特质性别认同或性倾向 并建立安全之校园空间 他问我了 学生问我说 这个如果老师 如果针对同志或者同性恋发表这个反对或者踏拔 或者说他是病态病态 这个学生问我说 这个要不要移送这个性别平等委员会 去做调查 现在有违性贫教育的精神 我觉得营造一个性贫的教育环境 是所有教育人员应该善尽的责任 所以在相关的课堂上 除非是一种讨论 可以发表个人的意见 如果主观似的不是在一种讨论议题 在做论述的时候 所谓的言论 事实上学校应该秉公来处理 那如果老师有这种教学行为该如何去处理 我觉得学校应该事先做公平的调查 调查之后 依照调查结果来做依法处理 这也许不是个案 因为学生相对老师 学生是弱势嘛 他们有时候因为成绩的关系 敢怒不敢言嘛 对老师的说法 他也许不同意 但是他不敢去跟老师这个纠正或者对抗嘛 他可以申诉 我们申诉管道 一般学生知道这个有申诉权不多啦 即便他知道有这个申诉权 他也不太敢去这个对抗老师 所以我们必须从上而下 我们必须教育部要去督促 各县社交易局针对学校的这个教学行为 老师的教学行为应该更重视这个性别的安全环境 是应该 我们学生也可以向学校的姓平会提出申请 这是学生对我的投诉 是是我们会加强 过过网路来这个对教育部跟教育局这或者老师行为对做一些投诉 是所以我想这个也许不是个案 也许很多学校的教学行为老师教学行为都普遍存在这些偏差啦 好我们会做更通案的来来 请教育部去重视一下 一定一定一定 因为你要为你不能违背这个教育平等这个性别教育法的第十二条相关的规定 对对对对 目标跟共识要建构一个对性别安全的一个一个环境 对对对对 接到今天的主题啊就是说 券募啊这个当然之前有券募条例嘛 那我们立定这个法从一百年开始一百如果没记错是一百年三月开始做在这个 在行政院做相关的讨论 经过两年多 今年五月底立完修会的时候 你们才送来立法院修会之前嘛 所以两年多你才把这个法案送进来 那立法院一开议你看 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 我马上就把它排了 非常感谢我们贵委员委员 是啊那立法院的运作有延当吗 你们在行政院要经过两年多讨论 我们非常急啊 觉得这个对多士学生帮助有帮助 非常大 对啊所以这个我们跨党派都有这个公司 虽然这个这个法案是这个陈淑慧照委牌的 但是我们都有这个公司就是说 要对弱势学生在立即性的 在法律上面法律上面给更多的协助跟支持 完全同意 日理法院哪有延当 有延当吗 我觉得运作的很好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那法律的条文部分 我先请教一下这个 市长 就是说现在开办的这个校数是三千多所 三一四七 那受补助的学生是三千五百多人 平均一所 才一位 报告委员三万多 三万三千多 我哪里看三万三千四百多人 是你资料对我资料看出来是怎样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是你的资料是这样写没有错啊 在 就是总共啦从97年到现在总计 不是啦我是说年度啦 年度 你这个一百零一年度来看 开办学校是三一二八啦 受补助大概六九零一大概一个学校 两位的受补助的学生 那今年到八月底 已经过了三季了 那受补助的学生平均一所大概才一位啊 报告委员 因为其实学校是多元的在做辅助经济弱势学生 也有学校运用忍耐基金 也有不归属于教育除去付 但是教育除去付 确实在这多年 这几年来 那你觉得立法完成之后 对这种受补助的范围会扩大 论数一定会增加吗 一定一定会扩大到大专校院 扩大到私立学校 这个受补助 或者受到这个捐款帮助 这个学生大概有会多少 这如果这个条例通过之后 我们办法也扩大到私立学校 扩大到大学嘛 那大概你觉得这一年受费的人数大概是多少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往好的方面发展 不是攻击面 就是需求面 从需求面来看 我们可以受到补助的学生大概受费的学生大概有多少 你们有没有评估过 我们了解到就读私立学校的孩子 家庭经济需要帮忙的也不在少数 那么就以高中子来讲 私立学校就占将近一百万学生的伴数 那是立法通过之前 立法通过之后 包括私校嘛 一定可以更加的扩大 所以你预估这个 受到这个 条例通过之后 捕捉人数大概会多少规模 呃 这一点 跟委员实话实说 我目前是 你们应该做相关的评估啊 没有预估啊 所以我必须要求这个教育部 你这个法定要通过 你要把这个预期的效益 所以补助人数的规模 你要把它做一个评估嘛 至少达到一万两千左右呢 是可以预估的 可以预见的 增长四倍 增长四倍 加倍 加倍 另外第八条里面 你这个 教育储蓄物 他的管理小组 他做这个经济弱势学生的认定 你会不会造成说这个 标签 一市多治 一县多治 一国十几治 会不会造成这种情况 因为你的认定权是属于这个 管理小组 那管理小组组成这个粮业不齐嘛 各校状况不一啊 那你会不会造成说 一市多治 一县多治 或者一国多治呢 因为在 条例里面已经规定 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 那应该有个客观的标准嘛 你交由这个小组去认定 应该是一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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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实质 所以你在法律的条文上面 你就要更清楚嘛 程序上的确认 而不是他由来认定嘛 所以他应该是有个客观的标准 而不是主观交由这个小组去认定嘛 有些状况 同样的状况 我在台北市可以 但是到台南市不行 或在台南市可以 到高雄市不行 因为徒招变故啦 或者特殊状况 这个如果有管理小组的讨论 可能会比较公允 至于低收入中低收入户 社会救助法已经明定了 这个我们就不再去处理 另外你提到第四条部分 这个专款专用的范围 包括这个教育相关的生活费用 这个会不会太抽象 教育相关的生活费用 你可以扩大解释到 我补习费算不算 我们目前不考虑在内 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哪一个学生生活中不补习 有时候是以社会最大 那你能不能举几个样态 什么叫做所谓的教育相关的生活费用 能不能举几个样态 两种就好啦 举两种样态 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可以从这笔前置 比如说校外教学 校外教学 像我就不需要去参加毕业旅行 我觉得 因为我基于家庭因素的考虑 不敢跟父母要 如果有这个除夕户 善心人士 让我在小学毕业的时候 能够参加校外教学 他要出国比赛呢 他这个获得这个奥利 我觉得这个也是 这个也可以用 出国比赛也可以吗 因为 他因为经济弱势 所以没有办法负担 有关的团位 所以你要有个准则嘛 如果我可以扩大解释说 这个补习是学生生活 或者教育相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 补习费用是不是可以从这边支出 或者课后辅导 这个我们会 报告委员 这个条例通过之后 我觉得也经过几年的一个实施 我们可以做相关案例的一个 什么来提供 所以市长 我刚刚为什么说你们这个立法院 这个严理这样条件 两年多的时间 我们有两个执法 对 两年多的时间 然后是这样子的立法品质 我会觉得忧心啊 报告委员 我们有两个执法 这个管理小组的组成 跟运作的办法 这是其中一个执法 是 我们也在处理了 另外一个执法呢 我们也在做 另外一个执法就是 管理小组的组成 就是刚才报告的 还有一个 学校教育除夕户的 勸募许可 跟其他应遵行事项 有两个执法 会更细致 那执法的内容呢 现在正在 还在炒你 不是 因为条例草案通过 我们执法 你这个相关的执法 都应该要齐备啊 这是搭配的嘛 现在搭配 在你那个草案 你要执法部分 做配套的审查嘛 所以现在问你说 执法在哪里 提不出来 所以两年多 你们这个效率 太差了吧 不是 执法 现在还在收集资料 一旦这个 一旦这个经过一读通过 我们立刻就会端 像那个高级中等教法 五十五个执法 如果今天下午一读通过 你就会拿出来吗 我们会把相关的出稿 所以你们还是不够用心嘛 这个 两年多时间 相关执法只有两条 对不对 两个 对嘛 所以两个嘛 两个办法 那还拟不出来 那现在还说 你的出来 一个时间点给我 好不好 我们在这个出读通过后的 你讲不出来 次长 我不为难你 两个月 两个月 两个月一来 好 两个月我会记得这个时间 好 另外 我们依据公益劝募条例 这个所谓的劝募活动 跟你这个办法里面 跟你这个条例里面的劝募行为 它差别在哪里 劝募活动跟劝募行为 行为有哪些样态啊 什么叫劝募行为 你们法律上应该很明确 规定定义啊 什么叫劝募行为 那跟公益劝募条例里面的劝募活动哪里不同 公益劝募条例里面 那个劝募活动 它必须在21天前要备妥相关的计划书 向主管机关来申请 那现在学校如果要劝募行为之前 它要不要在21天之前 它依据法令是 它要这个跟主管机关 县市政府来申请 还是跟这个教育局来申请 我们有各种的劝募行为 包括捐款的方式啦 包括登报的作为啦 网路嘛 包括网路的公告啦 如果办一个园游会 这个算是劝募活动还是劝募行为啊 活动 好 谢谢 我们去查一下这个劝募条例 谢谢邱智委委员 谢谢 好了再给我 二十秒啦 二十秒 是是 劝募活动跟劝募行为先去厘清啦 是 因为你这个公益劝募条例里面是针对劝募活动 它有相关的 刑事的规范嘛 条件的门槛嘛 我们会来了解 好那劝募行完全没有 那到底会混淆啊 是 这个要先厘清好不好 好 好 谢谢邱委员 谢谢陈市长